好 现在比赛开始 看周琪解决问题 这是周琪今天第一次运动战进攻得分 进攻时间不多了 赵瑞突破 好球 终于到内线打成一个 这好难啊 但是因为对方的退防速度很快 好球 方硕突分 终于进了 有突破就有空间 有空间就有机会 效率 这次还是想把球交给陈英俊 但是中国队防守空间都到外了 周琪外线标射 再得三分 这样呢 比分差距拉开到21分 周琪这样慢慢他自己也打开了 有内有外 内外 刘成自己是无奈的笑了 这要想越过周琪 太难了 再得三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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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着急 今天 机长之一 这样的话 比赛结束 中国男篮是86比63 23分的优势 战胜了中国台北 取得了决赛权 我们将在9月1号 决赛当中 中国男女篮分别面对韩国和伊朗 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